前不久,重庆动物园发生了一点意外,大熊猫丁丁扑倒了饲养员,不过丁丁并没有伤害这位照顾他的奶妈,人和熊都侥幸平安。 这场意外让很多人注意到丁丁,飞熊猫迷朋友搞不清重庆丁丁和在俄罗斯的丁丁。 也不知道这个丁丁跟现在最红的鱼渴、鱼爱、芒小五是什么关系。 所以,本期Hi Panda就来给您捋一捋,介绍一下生活在重庆动物园的六六大顺、六姐妹,来说说游有、二顺、芒仔、好奇、丁丁和梁月这六姐妹家的故事。 Hi Panda,治愈系熊猫故事 六六大顺熊猫六姐妹的家庭,在全国可能都找不出第二个。 一对熊猫夫妇,十几年间,只生女儿,不生儿子。 六姐妹不仅同父同母,还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起,到现在熊到中年,还住在一起。 你可以从老大游有开始,直接把六姐妹叫成大顺、二顺、三顺、四顺、五顺、六顺,不过除了二顺真的叫二顺之外,其他的五个顺还有自己的大名。 但是这些名字都是不走寻常路,而且这不走寻常路的风格是从六姐妹的妈妈开始的。 六姐妹的妈妈亚老二,是大熊猫亚亚的女儿,到了重庆,重庆人不肯喊她亚老二,非要沿用她妈妈的名字,也叫她亚亚。 这样,在成都的妈妈叫亚亚,住到重庆来的女儿也叫亚亚,这个操作就把外人给搞得晕头转向。 重庆以外的人喊她亚老二,但是在重庆动物园里,她就叫亚亚。 亚老二搬到重庆,是为了改善虫动熊猫的基因,她后来成为了虫动女主人欣欣的儿媳妇,欣欣的儿子玲玲的老婆。 但是亚老二前脚来虫动,未来老公玲玲后脚就外出了,玲玲作为种公寿,长期在卧龙出差。 所以,亚老二成年的时候,身边没有英俊帅气的玲玲,倒是有个隔壁邻居龙兴,龙兴是一只来自野外的熊猫。 但是那时候,龙兴已经是20岁的大叔了,亚老二对龙兴不感兴趣,坚持等老公玲玲回家。 2006年春天,重庆动物园把出差在外的玲玲接回来,玲玲见到了自家单位给找的老婆,他们自然教配,成功有了第一台宝宝。 六六大顺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发端的,但是六六大顺的开头,遇到的确实不顺。 2006年的9月4日,出产妈妈亚老二辛苦生下了两个宝宝,第一次当妈妈的亚亚紧抱两个孩子,不肯让奶爸们拿走,却又手足无措不会喂奶,几个小时过去,双胞胎没喝上奶,情况变得危急。 现在已经是熊猫馆馆长的张乃成,那时候还是小饲养员,当时他守在亚老二身边,成亚老二的幼崽滑落的时候, 抢走了一个,亚亚刚想反抗,想起怀里还有一个,也就让奶成拿走了, 虫洞飞车将这个抢出来的孩子送到卧龙进行人工喂养。 张乃成抢走的孩子,就是友友,因为被送到卧龙,友友顺利成活,而留在妈妈怀里的那个,反而遭遇了不幸。 因为没有经验,亚老二在产后虚弱打顿卧岛时,不小心挤压了含在口中的宝宝,宝宝遗憾夭折。 友友在几个月后回到重庆,成为亚老二家的老大,新兴奶奶的大孙女。 不过在那个时候,友友还不是大孙女,而是大孙子。 虫洞将友友误判为男孩,而且直到后来亚老二升到老三了,还把友友当作是大哥。 这样的误判,后面虫洞还要再来好几回,粉丝都习以为常了。 经历过第一胎的惊险之后,第二年春天,亚老二再次发情,于是玲玲又回来,亚老二顺利有了第二胎宝宝,这就是二顺。 二顺出生后,亚老二还是把二顺藏在怀里,不肯给奶爸,因为有过上一胎的遗憾,虫洞高度紧张,采取了24小时监视的办法,全程盯着亚老二。 现在大家熟悉的饲养员,外公胡友林,当时就负责拿着竹竿,坐在亚老二旁边,一旦发现亚老二打盹姿势不对,就立即拿竹竿碰碰他,提醒他别压着宝宝。 而亚老二自己,似乎也有了当妈妈的经验。 他还是像生育丸第一胎一样,不吃不喝,只喝点饲养员送来的盐糖水。 但是如果困意来了,他会先把二顺从嘴里吐出来,改用抱姿,再躺下睡觉。 二顺出生后,一直由妈妈亚老二补育,虫栋看不到他的性别。 等到三个月后,二顺开始接受人工饲养,虫栋激动地对外宣布,这是一只雄性大雄猫。 直到后来,二顺五岁要出国之际,做体检的时候被发现,是个姑娘。 有趣的是,亚老二和玲玲总是生女儿,而虫栋总是把他们的女儿误判为是儿子。 2011年,亚老二和玲玲第三次反育,老三出生,虫栋又对外宣布,老三是一只雄性大雄猫,还邀请全社会为这个小男孩取名。 猫粉们按照虫栋的提示,为这个男孩子想了好多好名字。 既然是男孩子,那一定要来个虎头虎脑,憨里憨气的名字。 于是盲仔,从众多名字中被选中,送给了老三这个姑娘。 有人说,虫栋总是把亚老二的女儿错认成男熊,可能是他们太想要男熊,来平衡一下性别。 但是亚老二专生姑娘,就是要气气张奶成,胡外公这些奶爸。 2013年和2015年,亚老二继续和玲玲造小熊,他们配合默契,继续生女儿。 但是这两次,虫栋变精明了,不敢自己瞎起名字,而是请专家名人来帮忙,起的名字可以男女通用。 老四好奇的名字,是重庆籍的著名科学家丁兆中起的。 老五丁丁,则是借鉴了知名漫画《丁丁历险记》里面的丁丁。 2016年,亚老二和玲玲第六次制造小熊,没想到的是,这次亚老二怀的是三胞胎,而且三个全部是女儿。 但是遗憾的是,三胞胎中的老大体重127克,一切正常,可老二和老三却只有41克和40克,不到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。 在当时,熊猫幼崽中最轻出生体重的记录,是由大熊猫五一保持的51克,还没有40多颗宝宝能成活的记录。 直到几年后,成浪才以42克的最轻体重,刷新最轻成活的记录。 而在当时,亚老二所生的这两个超轻幼崽,都还达不到后来成浪的体重。 所以,虽然幸运地孕育了三胞胎,但是其中一个,出生就没有了生命迹象,另一个尽管努力抢救,也还是在出生20小时后停止了呼吸。 唯一成活的,是体重正常的老大,也就是六六大顺中最小的小妹梁月。 在辛苦孕育六个女儿后,亚老二在小女儿梁月三岁的时候,因为罹患恶性肿瘤疾病,去了胖达星球。 所幸,女儿们全都健康长大,现在大女儿悠悠18岁,小女儿梁月也有8岁了。 这些年里,六姐妹每年都有新闻,悠悠从大哥变成大姐之后,也曾尝试繁育。 听小道消息说,她曾和没有母熊不喜欢,任何母熊都通吃的大众公金科约会过,因为不会抬尾,没能成功,她成为金科唯一的失败案例。 悠悠的满虫眼严重,常年治疗,常年不好。 老二二顺的经历则丰富很多,她五岁出国,在加拿大住了七年,在那里生了加盼盼,加月月。 前几年回国,二顺又生了可爱的于可于爱。 但是因为照顾这两个调皮鬼,她一度消瘦,孩子们一岁之后,重动尝试让二顺和孩子分开,不带娃之后,现在二顺的身体调养得好多了。 老三盲仔叫了个男生的名字,于是很多人叫他盲妞妞,来平衡一下。 已经生了三胎五个孩子的盲仔,还像大宝宝。 最好玩的是,他和他去年新生的宝贝老妖盲小五。 这一年来,盲仔带着盲小五一起生活,母子俩有无数让人笑出眼泪的场景,是人气非常高的快乐活宝母子。 四顺好奇,生了其真其宝,今年生了其三妹,虫洞现在还没舍得把其三妹拿出来给大家看。 想看三妹,就只有张馆长发不过的这一点点珍贵的画面。 大家都在等待其三妹,再过几个月亮相,向前面的于可,于爱,向去年的盲小五,估计要成为重动心的焦点。 五顺丁丁,就是这篇故事开头提到的丁丁。 丁丁以前就有自己的特点,他喜欢直立行走,后知力量强健,但是丁丁和大姐悠悠一样,饱受满虫眼困扰,颜值大受影响。 在几天前的这次事故中,丁丁原本应该是在内设的,奶妈由人工通道进入丁丁的院子,更换竹液,打扫卫生。 但不知何故,丁丁进入了院子,并且想通过进入打开着的人工通道门。 奶妈慌张关门时,压到了丁丁的手,导致丁丁有情绪,而园外参观者发出的尖叫声,可能又对丁丁造成了进一步的刺激,导致她扑向奶妈。 好在丁丁并没有伤人的意思,在奶妈反抗之后,她主动停手,还转过身让奶妈离开。 尽管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管理事故,虫洞应该检查错误,杜绝在犯。 但是也不得不说,丁丁真是一只很好的熊猫,很通人性,知道不能伤害照顾自己的人。 后来我看到了这个画面,似乎就是这位奶妈,以前和丁丁互动的画面,看了这段,更感叹丁丁的善良和懂事。 而正因为如此,我们人类更要爱护这样被圈养的熊猫,做好管理,严格执行操作流程,让人和熊猫都杜绝被伤害。 而最小的妹妹梁月,这个月也老在新闻上挂着。 这是因为今年,八岁的梁月,去参加繁育了。 梁月虽然辈分是六六大顺级别的,但是却一直和晚辈们生活在一起,一起长大。 姐姐们当妈妈好多年了,今年终于轮到梁月了。 今年春季,张馆长带着梁月去了四川,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,大家猜测梁月肯定是出去找男友生宝宝了。 到了夏天繁殖季来临的时候,梁月又暗示闭关,大家更确定,梁月肯定要生产了, 已经帮她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,起了一堆不靠谱的,像是凉皮凉面凉粉这样的名字。 但是,前几天梁月生日,她出关了,看她的运动量和状态,大家觉得不论是凉面,还是凉皮, 估计都要凉凉了,还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,梁月是吃了一肚子损回来了。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不好,只要梁月开心,有娃没娃都可以。 反正今年有三姐,好奇家的新娃娃,明年再说也不迟。 毕竟有六姐妹就是好,家里雄多势众,彼此能互相照应,互相帮衬,还能互相吃瓜。 今天我看你家热闹,明天你听我家八卦,姐妹们都健健康康,下一代茁壮长大,就是最幸福的大家庭。 嗨胖的,只欲细熊猫故事。 嗨,嗨! 嗨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